大家好,我是小刚 山上的玉米又被野兽吃了很多 今天我带着相机去看一下能不能拍到 先去看一下玉米记的情况吧 我的天呀 这一次省市惨重了 上一次的话只是毁坏了破坏了一点点 这一次的话一大片全部被暗倒这些玉米 吃着吃暗倒的暗倒全部被破坏了 上一次我用相机拍到了这个猪欢 我估计凶手是猪欢干的 但是这一次我敢肯定一定不是猪欢干的 你看这一大片猪欢没有这么大的破坏能力 你看前面全部都破坏了 到底是什么动物 到底是什么动物干的呀 真是太可恨了 你看这些野兽 真可恨呀 太可恨了 你看这些野兽 真可恨呀 就是浪费啊,你看 至于大片全部被破坏了 这一次的话 大爷又损失惨重了 你看,他们家的玉米 全部被野兽给破坏了 到底是什么动物干的呀 现在敢确定的是 破坏这个玉米地的 野兽应该有这个猪欢 还有这个老鼠 说不定还有松鼠 松鼠也是帮凶 然后现在我估计 这一大片的范围 应该是野猪干的吧 现在我把相机 放在后面的树林里面吧 然后这一期的话 又拍一下 看能不能把这个真正的凶手抓到 或许凶手 不止 猪欢 野猪 还有更大的 野兽 来 遭到玉米地 我们就把这个相机 放在下面的树林里面 然后这一次 过三天来看一下吧 看一下相机能拍到什么 真是太可惜了 你看 在一个星期过后 我来看一下相机拍到了什么 看能不能拍到真正吃玉米的凶手 再去看看 相机是捆在这棵大树上的 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 好像还是有东西的 有动物看见没有 放一下 只是看的不是很清楚 现在把这个相机拿回去 把那层卡里面的视频 导在电脑上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动物吧 有动物的 看见没有 在动的 相机里面的视频 已经成功从电脑里面 导出来了 拍到了许多野生动物 一共有四种 我们来看一下 谁的嫌疑最大 偷吃玉米 在9月29号晚上8点半左右 视频里面出现一只野鸡 看见没有 在这个石头后面 由于是晚上 拍的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隐约可以看见 就是一只野鸡 看见没有 野鸡正在慢慢的走 从石头上下来了 然后又到树林里面 第一种动物野鸡的话 排除了 野鸡不可能造成 这么大的破坏能力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第二种动物吧 在9月30号下午4点50分 视频里面又出现一只 这是什么鸟呀 我也不认识 在当天的晚上7点50左右 这只鸟 这只鸟又出现在视频中 这是什么鸟 朋友们认识吗 接下来是10月1号 早上9点 视频里面又出现一只鸟 这只鸟我也不认识 估计也是保护动物吧 飞走了 然后10月2号 视频中出现了一只松鼠 松鼠的嫌疑最大 估计是它干的吧 有它一份 这四种动物当中 只有松鼠有一定的嫌疑 其他动物基本没有破坏玉米地的能力 虽然没拍到野猪 但是拍到了许多野生动物 保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希望下一期能拍到真正的凶手 能拍到野猪吧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